以色列F35近日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再次对叙利亚边境库奈克拉省发动了导弹攻击,导致舒克社被受损,但无人员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是报复叙利亚无人机越境,叙利亚称是支持南部反政府武装,现在叙利亚境内局势错综复杂,而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关系,从过去开始就十分微妙,以色列国土狭小,而于叙利亚接壤的哥兰高地,一旦被他人占领,以色列的国土将会遭到由高向低的打击, 所以对于周边局势的变动,使得以色列十分敏感,图为叙利亚阿勒坡,另外由于叙利亚政府军一路高歌猛进,战火已经蔓延到了蓄意边境地区,而叙利亚政府军背后,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伊朗的军事人员已经积极参与到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各种训练和作战之中, 而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向来是水火不容,而现在伊朗已经渗透到了家门口,以色列不可能坐视不理,不过以色列现在还是表态,不介入叙利亚内战之中,除了加沙地带哈马斯力量的逐渐壮大, 以色列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制约着以色列的动作,叙利亚的地面武装除了政府军外,反政府武装和呼尔德人背后的美国才是真正的领导, 美军的空中优势并不需要以色列的支援,土耳其只是打击库尔德人,以及梦想吞并阿弗林,对以色列的需求并无兴趣,所以以色列出手从来不和美土俄等国家打招呼,而打击的力度也较小,不,会招式暴富,但给叙利亚和伊朗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不要妄图打击以色列,图为叙利亚拉卡,一个分裂的叙利亚, 其实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不过分裂叙利亚所造成的地区局势动荡,并引来了伊朗俄罗斯这一点,是以色列没有想到的,而以色列能做的只有以暴制暴,努力在动荡的局势中维持自己较为安全的局面, 未来叙利亚的局势仍然是北南东三面对峙,真正能影响局面的美俄伊朗并没有做下来达成共识的意思,未来这种分裂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在南部的以色边境地区很有可能在反政府武装消亡之后,达成和战前一样僵持的局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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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